彼此司徒关系还是存在的 和尚只就摸了死 他说和尚 你现在我跟你学你是和尚啊 和尚就是我们中国人称的师父了 师父 中国人不称和尚 和尚变成出家人通称 那么实际上并不然 他说您 是我的清教师和尚 我是和尚小圣师 你跟我学过小圣吗 那么我是你的小圣师父 这个司徒的 这个法脉还是清楚的 一点也不愤怒 不会说是 那你现在他的老师来跟他学大圣法 那么他的老师就要替他端饭了 替他端洗点水啊 只是在法上彼此互相尊重 古人都有这么谦虚的心 吉莫洛斯很有名啊 当时的名啊 就传到中国来 邀请前面 是个父亲 父亲 父亲呢 父亲建国 他的地度就在长安 那么在历史上称他叫做父亲 也叫做前情 遥秦之前的情 就是前情 遥秦也称为后情 就是父亲之后的情 所以叫做后情 当时父亲很尊重道安法师 把道安法师请到长安 那么当时这个父亲就请问道安法师 说外国有什么大法师可以请来红法的 大安法师就介绍说听说修资国有旧摩洛斯法师很了不起 应当把他请得来 这个父亲马上就答应了 马上啊就派他的大将 吕光 吕光 双口吕 吕光啊 带住七万兵 七万大兵 到西约 那么要走之前呢 先交代吕光 他说 我不是贪地用兵 西约这么远 我就是打赢了 国家把他拿得来啊 我也没办法管理啊 我不是贪地用兵 我只是要请旧摩洛斯法师 您到了修资国 他如果说 你跟他说 我要请这个旧摩洛斯法师 他把法师 能够让我请回来啊 你就不要动武 不要动兵 假如他不肯的话 你才打他 但是不要伤害到他 只要把他 使他投降了 把这个旧摩洛斯 请回来就好了 那么吕光奉命啊 就到西约 到了修资国 修资国是个小国呀 很小的都城 里面的武卑国防 很有限了 那么这个吕光大兵 到了那边呢 先礼后兵 先向他要求说 我来的用意就是要请旧摩洛斯法师 到我中国去鸿发 可是这个百旋呢 他不肯 修资国王百旋不肯 他说不行 我这是我的国宝 怎么可以让你请回去啊 那么不答应不答应之后用兵了 马上就把用七万兵呢 把这个修资国的首都把它围起来 两天就打垮了 百旋投降了 投降了 那么就把旧摩洛斯法师请回来 国土还是还他 不要 吕光不信佛 他对于旧摩洛斯法师啊 他没有贡献性 所以虽然是奉这个 附建的命令 奉皇帝命来请 但是原图啊 他虐待他 虐待旧摩洛斯法师 哦很辛苦哎 那么这个旧摩洛斯法师 他不但是懂得佛法 他对这个天文地理啊 乃至就是我们中国的孙子兵法 恐怕他都懂 那么因此他原图啊 吕光就把他当作军师来奉戴 会把他当作军师奉戴 也有原因 有一天 从修士国那边出来 没有多久啊 到了一个山窝里 两边都是大山 从这个山窝走 那么那天下午啊 已经晚了 大家休息就打棚子 旧摩洛斯望天一看 看天象 看过之后 他说不能在这儿 如果在这儿 今天晚上下大雨啊 我们都变成渔鱼了 都变成海鱼了 那么我们应当到半山去 那么把这个话跟吕光讲啊 吕光不相信 哪有这个事 你胡说八道 不相信 有的人如果愿意到山上去的 吕光也许可 你愿意到山上去打棚子 你当吧 一部分人跟随这个 旧摩洛斯到半山去 搭帐棚 果然呢 半夜下大雨啊 正是用桶坡的雨还要大 不到几个小时 那个山窝整个就是像这个 明德水库 白河水库 还有这个四门水库那种情况 那些步上山的 统统变成了 洛汤鸡 游得还延死了 这一下子 吕光啊 无体投地了 他知道这个旧摩洛斯真了不起 他真的懂得天文地理 那么因此啊 他并不尊重他的佛法 尊重他的懂得天文地理 就把他当作诸葛亮 把旧摩洛斯当作诸葛亮 这样子 适合他 那么一直回到梁州 到我们中国的梁州 西边的梁州 到了梁州啊 因为他走了之后啊 父亲跟东京的汇水一战了 看历史的人就懂啊 汇水一战了 整个失败了 整个失败 父亲就夸了 前庭父亲就夸掉了 就是啊 那么这个 这个姚 姚兴啊 姚兴的父亲姚长啊 本来也是 父亲的大将 这跟吕光是平的 那么 父亲垮掉了 啊 那么 忘国了 忘国了 后来啊 这个姚兼 这个姚长啊 就站出来了 啊 他也见过 还是叫做秦 那么因此 因为国主姓姚啊 就叫做姚秦 这都是外族人啊 那么姚长也信佛 他把这个父亲的 原来的地板呢 版图啊 差不多有三分之二 都是由他接下来的 那么这个姚长 也是在长安首都建国 啊 那么后来听到吕光 请旧摩洛斯法师 回来到梁州 到了梁州之后 吕光听到他的组织 已经垮掉了 是姚长 在当皇帝啊 那么姚长 跟他是平辈的 一样是大将 那么他不愿意 屈服在姚长的门下 所以就 就占这个梁州啊 做梁州的 这个叫做梁王 做王了 自称王 就待在梁州啊 占连梁州 不回去 那么当然 旧摩洛斯法师 也就没有办法到长安了 吕光又不信佛 翻译也就困难了 没有办法翻译了 那么成这个机会啊 旧摩洛斯来到梁州啊 就学中国话 学中国话 学中国文字 待了多久呢 西级的386年到梁州 一直到西级的402年 或者是03年啊 才到了这个长安 到姚新这边来 前后啊 他待在这个梁州啊 有十七八年之多 十七八年 你看多辛苦啊 在那边 又不能弘扬佛法 除了学一些中国文字 中国文法之外啊 其他就是做他的军事了 没办法的 那么他怎么能够到长安呢 大概是红十二三年 就是西级的4012的时候啊 姚新就派兵啊 去打梁州 吕龙后来投降了 那个时候才能够把旧摩洛斯法师 请到长安来 因为姚新是信佛的 那么把旧摩洛斯请过来之后 就大兴翻译的这个法务了 所以在这个草堂市 逍遥远翻译很多佛经 当时旧摩洛斯法师 当时所翻译的佛经啊 按照看原石教路的记载 他从这个姚新 姚新的红十三年 西级的四零二年 进入长安以后开始 那么姚新的红十八年 翻译法华经 一直到姚新十五年呢 旧摩洛斯才入灭 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 不过这个旧摩洛斯入灭的十年呢 有的说是红十十一年 但是后来我多方面研究啊 觉得这个并不求当 因为这个诚实论的后继啊 里面记载红十十四年 旧摩洛斯法师还在世 可见这个旧摩洛斯是在 邀请红十的十五年才入灭 应当这样才对 他翻译的佛经 一共有七十五部 算卷书里有三百八十四卷之多 现在保存在藏经里面的经历论 属于旧摩洛斯所翻译的 还保存的有五十二部 三百零二卷 那么失传的有二十三部 失传的我们中国换朝代 都要打仗嘛 那么还有三五一宗啊 烧掉不少啊 所以旧摩洛斯翻译的佛经 本来有七十五部 三百八十四卷 现在在藏经里面保存的 只剩下五十二部 三百零二卷 那么好的这个最流通的教典呢 都能保存下来 现在我们一般流通的像这个法法经以外 金刚般若经 阿弥陀经 大制度论 大平般若 这都是旧摩洛斯三藏所翻译的 那么其他他的事迹 如果你要详细知道的话 看高僧传 高僧传第一期 就是梁朝 南北朝梁朝 南梁啊 梁朝的会交法师 智慧的会 会交法师所著的高僧传 现在称为高僧传初级 看高僧传 翻译部门里面呢 就有旧摩洛斯的传句 里面写得很详细 还有一些 与这个翻译的意义无关的 那些那些意义啊 那些历史啊 现在不必说 那么如果要知道 自己去看他的历史 就可以知道了 你看旧摩洛斯法师 到中国来翻译 佛经都困难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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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间所经过的苦难呢 呃 也不是随便人能够 接受得了的 从他离开修辞国 到了吕宇光的帐篷里面去以后 一直到他到了姚勤 到了长安的草堂寺逍遥远以前 这一段前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就莫是多辛苦啊 那吃的苦头真是太神了 呃 就莫是法师 哦 那么如果没有法师的翻译 我们就没有这部经好来读诵 假如是流通 呃 呃 很遥口 不顺 所以古代的翻译 呃 除掉旧莫洛斯之外 以前的翻译教典呢 能够普遍流通的 很少 像安石高翻译的八大人绝经 这么普遍流通的 实在很少 你不要看其他的 只看这个进度三经里面的无量寿经好了 无量寿经是曹魏康生凯翻译的本质啊 虽然历代祖师极力提倡 还是看的人还是不多的 所以可见这个旧莫洛斯翻译的殊胜 那是非常特别 他为什么他的文字这么殊胜呢 翻译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叫做旨意 就是按照翻译啊 原文啊就翻过来 照天见人人见天的方式翻过来 这是旨意 另外一种叫做意义 意思的意义 越经文的意义啊 顺着中文的写法 把它翻过来 旧莫洛斯就是用这种方式 只要不是经义 用意义的方式 把佛经顺着翻译的原意啊 写成中文的文章 所以在中国最流通啊 他的文字最简练 就是前后相同的文字 他写起来都是读起来 不会觉得重复 那么因此他所翻译的佛经 流通最晚了 那么因此之故啊 我们未了要对这个翻译法 是表示的恭敬 所以讲经之前 要讲这个翻译的历史 那么这就是题目里面 第二 一题 翻译的历史讲完了 第三 品题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课 我们下译的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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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 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 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曾治理邀请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 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严谱护生狗园里 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佛陀 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话播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名 台湾救狗协会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继于谐宴口法会 恭请慈悲法师团共同组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渔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决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财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愿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城塔 福会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跨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 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n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字幕志愿者 杨放纸 详综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放纸 012-001-154 字幕志愿者 杨放纸 1198-002 字幕志愿者 杨放纸 720-3 输人 JEN放纸 630-3 830-530-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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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